在未養狗之前 或者你都會懷疑 這個世界上有什麼愛是永遠都不變的呢? 當你養了狗之後 你就會明白 牠們就像你生命中的小王子一樣 我們今天要出發去大埔的童話世界農莊 泊車就泊在鳳源路8號 在Google Map搜尋會叫做千色花園 而這邊的停車位 日拍一天就是$10 這邊就是童話世界 而那邊就是蝶豆花園 事業價是$98一個人 或者可以買兩元入場券 $278連蝶豆花園 現在入場還有旋轉木馬的積木送的 它會送你一袋的禮物 裡面有夾公仔的硬幣 有一個叫動物治療券 有一個應該是那些心願牌 一些小遊戲 所以換禮物 還有一個積木 我們買了雙元券 那就是蝶豆花園加童話世界 不需要一天去兩個園 有效期是三個月分開兩天去 因為進來的小朋友通常都是喜歡動物 所以Taddy和Coffee都變成了一個景點 就是以前 hypothesis 這個又 Dowager所有偷孤 我食不見 我給妳要勾好 寫 tower 真的很容易 被帶大火 放過路 一個讀lay 快點 可以進去吧 他有個農莊士多 有些小食賣的 哎呀 刺腳仔 那些草刺腳 我們去蝦腿村 好 我們去蝦腿村 我們去不去吉祥呀 好搞笑呀 田姨 我們去蝦腿村 哇 我以為是兩隻 先夾起來 要夾他的頭 加油 可以了 可以了 Copy上去吧 請上吧 幫我們 好 先上去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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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離開童話世界之後 我們就去環保休閒村 hi t 有關環保休閒村的資料 可以看回我們之前的影片 相關的連結會放在這條影片的描述 謝謝你收看我們的影片 看完呢 麻煩你 希望你可以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影片 Bye Bye